但问题是这几天的 这几天的这个桃源的停电 以及我们前几天讲说 他要分区限电的这个问题 确定的事情 你知道现在台电对外讲 都说没有没有这个事情 我们从来就没有要研议 要什么分区限电啊 然后轮流停电的问题 他都只需乌有 但问题是有另外一个 类似台电的这种 类似台电的爆料公司 其实他们就有员工跳出来去抱怨 他就说哎你知道现在 台电内部都在抓谁泄密了 谁把要分区限电这消息 把他泄漏出去 你怎么又搞错方向了啊 他们不断去抓战犯 还有抓这些泄密者 但问题是就是 如果今天真的如台电所说的 完全没有要分区限电 但你被载容量率降到2.8% 这是不是事实 这是事实 然后呢那个台电跟经济部 跳出来怎么讲说 没有啦你看我们都安然度过嘛 对不对 我们有护国神山台积电 除了这个用半导体晶圆 来保护台湾之外 还借我们电 缺电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有这个柴油发电 然后而且听说不只是这个 所谓的台积电 它这个所谓柴油发电机组 来补充电之外 就是我们其实这些晶圆大厂 跟这些科技厂 他们都有除电的系统 好那除电系统怎么 我们就平常就是当然要除一部分的电 就担心如果台电阵跳电停电的时候 还有备用嘛 因为要让它产现进去 那这个备用的这样子一个能源 大概维持1到2个小时 它不是24小时 真的不行 那个撑不久了 对那你知道吗 其实有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当时快要限电的时候 其实经济部是有打给这些科技大厂的 跟他们说你们暂时不要去使用 那个所谓除能系统 除能系统就是把电除进去嘛 所以你们暂时先不要让它储存电力 先终止一下 降低你们的用电量 才能把它转到说 我们才不会让倍转的量率继续往下降 然后让我们可以安然度过这一次难关 然后结果后来我看到更扯的是 这个昨天还有一个报导 专访我们这个 这个经济部应该次长吧 曾文生 哇很深哦 他这个标题是写说 这个为什么这个花莲强政 没有导致台湾全台大停电 然后为什么这个前几天安然度过 关键10秒 快要被限电的时候 什么全台电的高层 全部往26楼 就是他们去掌握电表的那个部分 然后去开一个紧急会议 然后曾文生跳出来讲说 第一个关键10秒的时候 这个除能的电池发生作用 他就说因为我们台湾 过去我们要发展绿能嘛 那我们知道有这个 如果发生跳电危机的时候 我们有除能系统 那让我们安然度过的一部分时期 他说这个除能系统呢 可以这个维持大概两个小时 好 那我接下来就要问一件事情 他看起来好像度过这次难关 但他出现一个核心的问题 台湾现在民进党政府 他要发展绿能发电再生能源 所以我们都知道当太阳下山之后 我们太阳能的发电 基本上就趋近于零 所以要使用除能系统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据我的了解哦 大部分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等一下我等一下 我这个手机怎么跑掉了 好就是大部分我们的光电业者 其实是很努力去盖那个光电板 但他们不太愿意去做除能设施 因为那个是非常非常高价的设备 所以真的只有有良心的 有良心的就是所谓有良心的这个 好业者好业者他才会愿意去做除能 不然的话通常就是今天白天发完 就谢谢啦明天再说这样子 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我问题 第一个是价格太高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除能设备 因为他把这电能电力 把它除在这除能设备里面 他没办法保持太久 对他没办法除能太久 所以导致成本高呢 他又不能保持太久 假设我今天好 譬如说太阳大的夏天 我能除能这个电力之后 我能除一个月 对哇那当然大家愿意吗 我也赞成这个再生能源发电 因为你可以把电力储存下来 但问题是现在就是有点就是 呃今天的发电今天的太阳能 如果你把它储存 然后用他只能储存一定的时间 你不用的话就消失了 那造成说我们电力没办法 其实长久的去储存嘛 所以因此现在再生能源的不稳定 就来自于这边 所以今天我觉得曾文森他讲这句话两个小时 他凸显一个关键 我们发展这么多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等等这种再生能源 即便你不断的盖太阳能板 即便你不断盖大电风扇 就是风力发电那个 但你发电量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如果没用完 他基本上他就没办法出到明天或后天或下礼拜 对对没办法到下礼拜 我再生能源没办法成为一个紧急的发电 所以他其实凸显着再生能源 我觉得第一个他的结构上缺陷 再来他告诉大家说好 我们当时日月潭的这个水利发电厂 马上的去紧急的发电 好让这个水利发电厂的发电量能补上 补上那个电力的缺口 他没有错啦水利发电厂以前是晚上的时候发电 然后这个白天的时候 用电来储存他那个发电能量 所以暂时的把他用掉 但请问一下他不是永远的 只会发电不会用电而已 水利发电的逻辑就是 他白天要除能 所以他必须把电力把它 使用电力让他晚上的那个水利发电 能运作那个基础 所以他其实是有耗能的部分 那单纯的水利发电你说 他也是短暂的救急而已 他也不是我们长期以来 他这个能真的算尽我们基础 可以存个一两个月那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921教训嘛 他说因为921之后 我们全台湾的什么高压电台 都很稳定的 就是有加强他的这个稳固了 真的 所以他在讲这些所有过程 他凸显一件事情哦 台湾的现在电力的确是不够的 我们这次是透过紧急的处置 不管是台积电 不管是其他的这个科技大厂 包含水利发电 然后包含他刚刚讲的这个除人系统 那我就要问啊 我们能经历多少次的这样子 一个紧急的救援的情况 今天才4月18号我不敢想像 4月18号啊 然后还有我们一直质疑嘛 暑假我们用的这个冷气比较多 他说没有啦 因为现在好我们有好几个都在税修 机组的发电机组都在税修 所以按照排程暑假用电量比较高的时候 这几个税修的这个机组也会完成的 所以就刚好能补上暑假用电高峰的电力 但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发电机组 它临时的故障是经常发生的 尤其是我们很多都四五十年老的 燃煤燃气的电厂 那假设在暑假一样就发生燃煤电厂 或燃气电厂 他需要 他需要 溃现 或者是他的那个发电机组 他管线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必须重新修的时候 必须税修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那时候发电量就不够了 就是很明显嘛 这个我们我用一个比喻 这个我听到别人讲 我要把这个引柱拿起来 我们以前中天的这个记者张雨萱 他用了一个例子 列车长 刚刚也在旁边直播 他用个例子我觉得超级贴切 他说假设我今天我一个月的月薪 是三万块的话 那我每个月要两万九千块支出 把它使用掉 可能各不同支出之后 请问我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 好贫穷 其实是贫穷的嘛 因为我没办法去累积 累积我的财富嘛 我的财产嘛 所以其实定义上我是贫穷 我只是不欠钱而已 那现在的用电就像这样子 看起来好像每一次用电都没有 都可以安然的度过危机 但其实我们的这个发电量 跟我们用电量基本上已经快接近 一个饱和的状态 就是说已经快用电量 快超过发电量了 那未来真的发生类似事情的时候 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只能开始限电开始停电 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黑键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